北民有生 而现在鬼屋的名气又一次得到了提升 而到现在最让诚哥在意的是扩建鬼屋的事业 地下停车库是最好的扩建选择 然而诚哥手里的资金根本不够 一想到资金问题 诚哥不免有些头疼 眼睛无意识地看着远方 在扫过某个地方时 瞳孔缩小 忽然看到一个奇怪的游客 那人戴着鸭舌帽 穿着长袖 双手插在衣服口袋里 晃悠在几个娱乐设施中间 似乎是在纠结该玩哪一个 这人看着好像有点忍熟 因为阴桶的存在 诚哥势力要比绝大多数人都要好 那人估计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发现 就在诚哥犹豫的时候 正好有游客要进鬼屋参观 他也开始忙了起来 渐渐地就把这事忘在了脑后 直到中午 诚哥和徐婉准备去吃饭时 他又一次在鬼屋附近 看到了那个行迹可疑的游客 这个人一早上都没有靠近鬼屋 专门等我和徐婉去吃饭 鬼屋没人的时候才过来 他想干什么 而且 我总感觉在什么地方见过他 行迹可疑的奇怪游客 引起了诚哥警觉 让徐婉先去吃饭后 他独自回饭 而那个游客发现有人来 直接转身离开了乐园 走得非常干脆 一点也不像是来游玩的样子 诚哥眼皮轻轻跳动 饭也不吃了 直接跑到乐园综合管理处 在征得工作人员同意后 调看了这个人的惊恐 此人刻意规避了一些明显的摄像探头 他从早上入园到离开 手都一直插在兜里 就算是中间吸烟的时候 也是叼着烟用一只手打火 更诡异的是 他购买乐园门票后 在乐园里只玩了摩天轮这一个项目 而且是连续玩了三次 不对劲 这个人很不对劲 盯着监控中的那个男人 诚哥把他所有反常的举动联系在一起 手指慢慢握紧 他一句话也没说 直接站在综合管理处里 拿出手机拨通了西城派出所理队的电话 电话只醒了两下就被接通了 三毛说 我要报警 第一 报警电话是110 你给我打没用 第二 叫我李主任 我找到了从平安公寓逃走的最后一个人 他来过新世纪乐园 你确定 一定是他 你们千万不要开警车过来 避免打扫惊蛇 引起他警觉 好 十五分钟内到 电话挂断 诚哥拿着手机 双眼依旧注视着监控屏幕 旁边的工作人员察觉出问题 赶紧叫来了徐叔 没过一会儿 徐叔拿着水瓶走了进来 怎么回事 饭也不然好好吃 小陈哪 你不回你鬼屋跑这干什么 他也走到了监控旁边 看诚哥手里拿着手机 便试探心地问了一句 你刚才在跟谁打电话呀 警察 诚哥没有回头 目光在各个监控屏幕之间移动 估计十五分钟内 他们就到了 什么 警察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呀 咱们乐园里 有完善地应对自然灾害 恶行事件的方案啊 诚哥转身打断了徐叔的话 眼神平静 瞳孔中透着一丝说不出的 圣人感觉 徐叔 有人要杀我 此言一出 综合控制室内 瞬间安静了下来 所有员工都看向他所在的方向 徐叔连小陈也不叫来 直呼其名 诚哥 你是一直在鬼屋里待着 神经受什么刺激了吧 大白天的 瞎说什么 徐叔你听我说 前不久 我协助警方破获了五年前的平安公寓灭门案 但是涉及五年前灭门案的凶手 还有一个仍在潜逃 诚哥说到这里 徐叔已经明白了过来 你说那人混进了乐园里 准备报复你 诚哥点点头 指着监控屏幕里的那个男人 这个游客举止古怪 身穿长袖 戴着鸭舌帽 将自己的脸遮得严严实实的 天气不算冷 但他的双手 却全都伸在口袋里 就算抽烟喝水时 也只用过右手 他的左手 从来没有伸出过口袋 这能说明些什么 或许只是人家的个人癖好 潜逃在外的嫌犯 叫做张鹏 身高体型 和监控里的男人几乎一致 最关键的是 张鹏左手手背上 纹有一朵牡丹 牡丹 牡丹花开 富贵自来 那人 是个失去了一切的亡命赌徒 你的意思是 他害怕暴露纹身 所以左手一直放在兜里 他有没有可能 只是个皮肤病患者 陈哥摇摇头 继续调换监控画面 我还有其他证据 你看 他进入乐园以后 只玩过摩天轮这一个项目 而且是重复玩了三遍 你知道这说明了什么吗 这能说明什么 摩天轮 是整个乐园事业的最高点 他在府市乐园 为自己规划淘宝路线 我和徐婉离开恐怖屋 去食堂的时候 发现他鬼鬼祟祟 靠近恐怖屋 一个早上的时间 他都在鬼屋附近徘徊 但是却没有过来 一直等到看守离开的时候 才靠近 这根本不是一个正常游客 会做的事情 徐叔点了点头 感觉诚哥说得很在理 没错 正常游客 确实不会做这些事 可他为什么要在没人的时候 靠近鬼屋啊 换位思考 如果我想用最安全的方法 杀死一个鬼屋老板 我一定会提前躲入鬼屋当中 在鬼屋停止营业 进行盗取维护的时候 出其不意 给他致命一击 鬼屋里环境 复杂容易躲藏 杀人后也方便藏尸 只要处理好血迹 等尸体被发现 估计也是第二天了 徐叔被诚哥说得 后背凉嗖嗖了 他脑海里已经浮现出了一个 大概的场景 这还真是挺吓人的 不是挺吓人 而是差一点 这事情就会发生 幸好他太急躁了 也幸好最近 遭遇了很多 稀奇古怪的事情 神经一直保持高度紧张 所以才发现了他 那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用不用我去疏散游客 他在被我发现以后 就离开乐园了 我当时还没有看监控 不能确定自己的猜测 所以就没有拦他 你做得很好 要是那嫌犯在乐园里发疯 恐怕会造成很大的混乱啊 徐叔喝了口水 开始招呼旁边的工作人员说 等会儿警察会过来 大家都配合一下 快乐团gam 我们先不要招呼旁边的工作人员说 你不要招呼旁边的工作人员叫我 最后一次 你不要招呼旁边 Bronze 我们可以招呼旁边的工作人员说 这个是我